教育部探讨永久性将新学年的开学日定在三月 引起各方关注 编程教育工作者表示 若要调整沿用了数十年的制度 对教育布局乃至社会整体运作影响甚远 当局应该谨慎的行事妥善安排在下定论 千万不要招令西改 教育部考虑永久性将新学年的开学日 从一月挪到三月 教育部高级部长拿多莫哈莫拉兹表明 当局考量了各方面的优点和反馈 才有了这一番想法 槟城教育工作者对此看法不一 槟州华校校友惠联和会顾问蔡亚翰认为 沿用了数十年的教育制度 从小学至大学环环相扣 不能说改就改 必须从长计议 教育部认为方案的优点在于可以避免 年底语计期间举行大马教育文凭考试 槟州华校教师工会主席罗月清认同部门的建议 可是蔡亚翰认为这里具根本占不住脚 尤其是东海岸一带的这些家长 校方和考生在教育的角度上是非常的公平 因为东海岸的考生 他们不需要面对这些无形的压力和心理的负担 罗月清认为 调整开学制度姿势体大 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的整体运作 因此部门必须慎重看待 所以教育部必须要考量很多 包括了学校的这个假期的安排 还有呢就是这些商家 就是校服文具商 还有旅游业 以及年终家长们亲子活动 教育工作者普遍认为 政府应该考量所有前因后果 咨询各方意见 做好安排 再拍板定案 千万不要朝令夕改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